从三体,第十二集对沙瑞山的解读,到十三,十四集成为叶文杰回忆历史的主战场。 我才赫然发现电视剧与小说在叙事脉络上,虽然有着迥然不同的条理与逻辑, 但似乎正在逐渐形成一种专属于电视剧的风格与脉络。 这就像是电影版的《流浪地球》,即使导演最终将红篇巨制硬塞进了一两个小时的电影中, 但那种专属于文字的娓娓到来,只能与电影中的快节奏含恶而别。 虽然三体对于电视剧来说,拥有了比电影更长的时间与空间,但也仅仅只有二十多个小时而已。 所以,无论你是小说的忠实粉丝,亦或是路人旁观看热闹者, 都不该苛求有人能将几十万字的红篇巨制在浓缩成二十多个小时之后,还能百分之百地将其全部还原。 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出与三体文明相抗衡的科学与技术。 见到红岸基地的那一刻,你震撼吗? 当我跟随叶文杰的目光,从山下临场远眺那耸立在山顶的巨大天线时, 说实话,我只对天线背后那雷电交加的天空,产生了莫名的敬意与震撼感。 当我将脑海中的三体故事抛中脑后时,我从这样一幅画面中,看到了未知的恐惧与不安。 说实话,此时的我无法理解与认知,这样一个巨大的天线将会与叶文杰这个历史并不光彩之人产生何种交集? 就像电视剧之前的叙事手法一样。 当叶文杰从寒冷的牢房来到充斥着巨大轰鸣声的直升飞机上时,作为一名完全不了解小说的观众,也许大多数人都跟我一样,看得莫名其妙,看得一头雾水。 当我回顾之前的十三集三体时,我的内心告诉我,不要急,一切都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于是我跟随着叶文杰,第一次在如此近的距离,看到了那个将决定他一生的巨大天线。 那是一个本该只存在于文字与想象中的天线,一个在影像后居然如此真实的天线。 他的每一次转动,每一次启动,每一次向宇宙发射信息,都给人一种莫名的震撼与崇拜。 无论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是否真的存在,无论他是否只是绿幕上的维亚绘画。 至少此时此刻,他的真实足以让我相信,叶文杰真有可能通过他,将整个人类文明出卖给了三体文明。 看到基地内部的那一刻,你吃惊了? 也许是我太过健忘,也许是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描写。 虽然关于叶文杰回忆红暗基地的故事,已经展开讲述了两集之久,但我却从未真正看到整个基地的全貌。 对于我来说,对于电视剧来说,整个红暗基地的主体,就像是隐藏在了雷达峰的山体之内。 除了进入基地的大门,还有叶文杰与杨卫宁远眺山蓝的平台之外, 几乎见不到红暗基地坐落于雷达峰上的更多建筑,这多少是有些让我失望的。 当我跟随着叶文杰进入山体内的红暗基地之后,我真正地感到了吃惊与震撼。 万万没想到的是,电视剧居然将我无法从文字中获取到的红暗基地内部样貌, 完整地、真实地,让人无可辩驳地展现了出来。 古朴的电梯,造就了类似摩天大楼一样的多层结构。 山体内的巨大且空旷,标志着红暗的隐秘与重要程度。 这样的内部结构,这样繁杂且真实的内部结构, 无论它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至少让我看到了电视剧的用心与细心。 从不被人注意的道具,真实且用心。 或许大多数人跟我一样,在看到红暗基地内部的第一眼时, 就对那项是用电池驱动的,来回奔跑的运货小车,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也许这是一个败笔,也许这是一个疏忽。 但我却在很快的时间内,被那些耸立的铁皮箱子与古老的操控台所吸引。 至少由于这些道具的存在,让我多多少少感受到了历史感与时代感。 而让我吃惊的是,那些被运货小车来回运送的纸质圆筒, 居然不仅仅只是一个毫无用处与意义的摆件道具。 当我偶然间看到印在圆筒上的活性繁土后, 我才明白它真的应该存在于那里,它真的应该被放在这里。 也正是因为它的存在,让只能依靠直升机运送物资的红岸基地, 有了存在的正当性与确定性。 它不再是小说中,只有一根高压电缆与外界相连的独立王国了, 它有了可以自我内部循环的可能性与真实性。 所谓的活性繁土也被称为活性氧化云。 它有着极强的吸收气体,蒸汽及特定液体和水分的能力。 同时它还因为具有在加热至170摄氏度至300摄氏度后再生, 还原的能力,让它可以不断地被多次重复使用。 这样的特性,让它成为了位于山体内部的红岸基地, 不可多得的最佳除湿物质, 而且是一种无需经常从山下补充的除湿剂。 同时,这种物质还能用来过滤水中杂质与有害物使用, 这种技术与使用在现代许多的净水装置中经常可以见到。 所以如果红岸基地将其用来处理日常的用水问题, 才可能从真实上解释这样一个基地的存在, 是如何解决数量巨大的工作人员日常用水问题的。 就是这些无处不在的源头, 就是这些毫不起眼的活性繁土, 让红岸基地更加真实,更加可信。 虽然几乎不会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意义与用途。 8.1的评分,不仅仅只是对剧情的认可。 我很意外,这样一部科幻作品会如此之早地开放评分。 要知道许多开播前或开播后人气与口碑都不错的电视剧, 甚至要等到整部剧完结之后,才会开放评分功能。 这或许就是三体对自己实力上十分自信的一种表现了。 虽然他没有将全部,三体压缩进电视剧中, 虽然他有着与小说完全不同的叙事风格与时间耐落, 但他还是将大多数人想看到的,想听到的,完整地拍摄了出来。 即便对于我来说,对叶哲泰,对程丽华,对沐星,对沙瑞珊, 都有兴许的遗憾不满。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这些角色的缩小与放大, 或许能让更多人看到三体,了解三体,认识三体。 当想到这一切的结果后,或许我能明白电视剧为何会拍成这样了, 或许我明白三体有多么被重视与认真了。 至少叶文杰的故事是完整的, 至少我已经有了不忍看到第二部中, 史强那些故事的纠结感。 精彩果然都在佩爵身上,对二创人物的第一次认可。 虽然十三、十四集的主要讲述对象, 无疑是年轻时代的叶文杰, 但我却被雷志成、杨卫宁与那个不知名的小兵所深深吸引着。 雷志成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老谋深算, 完全诠释了他作为红岸基地主要负责人应该有的表现。 这样的人,绝不是叶文杰之前临场中的领导与成代表所能比拟的。 他能在内心处于对叶文杰深深提防的状态下, 向叶文杰展露出宛如慈父一般的微笑与语气。 这样的人,才是有资格掌控整个红岸基地的人。 这样的人,才是有能力将叶文杰从成立华手中抢走的人。 按比起雷志成,作为真正技术类人管理者的杨卫宁, 则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特有的直率,坚持与腼腆。 他无法忍受老刘的消极代工, 他不想让叶文杰一辈子深陷在这个看似开放的大牢笼中, 他更不敢向叶文杰表出那怕一点一滴的爱慕之心。 因此叶文杰被雷志成耍了,叶文杰误会了杨卫宁。 而那个一直在叶文杰身边监视他的小战士, 虽然操着一口辨识感很强的方言, 却并不会显得突兀与不真实。 相反的对于我来说, 这才是目前为止除了吃卢主的大使之外, 最为真实的一存在。 因为在那个来自五湖四海的时代, 因为在这个被称作大熔炉的集体中, 能说会说一口标准普通话的人, 本该是凤毛铃脚才对。 虽然他与沐星一样, 本就是一个不该有名字的小角色。 虽然他与沙瑞星一样, 本应该是一个不该被放大创作的小角色。 但他与叶文杰为数不多的几次交谈, 却为这段回忆点上了最有意思的一个亮点。 他在引导我们更加了解叶文杰的内心与想法, 他在为我们讲解那些不方便被雷志诚 或杨卫宁讲出口的人与世。 正是有了这些不起眼的小角色, 才是真正让三体精彩的重要原因。 以上便是我对三体第十四集的理解与感悟, 更多精彩解析, 咱们下回见。 电影 终待 暴ikum 綜節